却说杨顺道任不多时 是与大同达鲁安达 引众入寇英州地方 连破了四十余宝 路去难复无算 杨顺不敢出兵救援 只待达鲁去后 方才潜兵吊将为追袭之计 一般筛罗击鼓 扬起放炮 都是鬼弄 哪曾看见半个鸭子的影 杨顺情知施机巨罪 密誉将士 搜获避兵的平民 将他剃头斩首 冲作达鲁首级 借往兵部报功 那一时 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百姓 审恋闻之奇事 心中大怒 邪书一封 叫中军官送与杨顺 中军官晓得 沈经历是个懒惑的太岁 书中不知写什么说话 哪里肯与他送 沈恋就穿了青衣小帽 在军门 在军门四后杨顺出来 亲自投递 杨顺接来看时 书中大略说道 一人功名士极小 百姓性命士极大 杀平民以冒功 于心何人 况且欲打贼 指于掳掠 欲我兵返家杀戮 使将帅之恶 更甚于打掳矣 书后 有父为一首诗云 杀生抱主 亦和儒 解道功成万古枯 视听沙场 风雨夜 冤魂相患 密头颅 杨顺见书大怒 思得粉碎 去说沈恋 又做了一篇纪文 率领门下子弟 背了纪礼 往空祭奠 那些冤死之鬼 又坐塞下银云 云中一片路风高 初塞将军已住牢 不斩蝉于诸百姓 可怜冤血 染双刀 又诗云 本未求生来毕鲁 谁知毕鲁返枪 早知鲁首江民甲 悔不当时随鲁行 杨总读标下 有个心腹指挥 姓罗明凯 抄得此诗并记文 密献于杨顺 杨顺看了郁家怨恨 遂将第一首诗改篡数字 诗曰 云中一片路风高 初塞将军网住牢 何似借他除宁贼 不需奏请上方刀 写旧密书 连改诗封顾 就拆罗凯送语言是番 书中说 审恋怨恨相国父子 因解死事见客 要乘机报仇 前番打鲁入寇 他吟诗四句 诗中有借鲁除宁之语 意在不轨 诗番见书大经 即请心腹御使 陆凯商议 陆凯曰 不才若网案笔触 当为相国 了当这件大事 诗番大喜 即吩咐督察院 便拆陆凯 寻案宣大 临行诗番至久款别 说道 凡既与阳公 同心协力 若能除却这心腹之患 当以侯博视觉相仇 绝不失信于二公也 陆凯领诺 不一日 奉了钦差赤令 来到宣府 到任与阳总督相见了 陆凯遂将 事番所托之语 一一对杨顺 一一对杨顺说之 杨顺道 学生为此朝思暮想 废寝旺餐 恨无良策 以致此人于死地 陆凯道 彼此留心 以来修复了严公父子的付托 而来自家富贵的机会 不可错过 杨顺道 说的是 堂游客下手处 彼此相报 当日相别去了 杨顺思想陆凯之言 一夜不睡 四早坐堂 只见中军官报道 今有豫州卫 拿获妖贼二名 借到园门外 服听君旨 杨顺道 换进来 借官磕了头 递上文书 杨顺拆开看了 哈哈大笑 这二名妖贼 叫做 严昊杨顺 喜妖人 萧秦之党 原来萧秦是 白莲教的头 向来出入鲁地 冠以烧香祸众 哄骗鲁球暗达 说自家有奇数 能骤人 使人历死 贺成使成历颓 鲁球余肾 被他哄动 尊为国师 其党数百人 自为一营 安达几次入寇 都是萧秦等 为之向导 中国屡受其害 先前使侍郎 做总督时 浅通是众路 鲁中头目脱脱 对他说道 天朝情愿与你通好 将鞍家步速 换你家马 名为马士 两下西兵霸战 各享安乐 此事美事 只怕萧秦等 在内作梗 和好不忠 那萧秦 原是中国一个 无赖小人 全无竖法 只是脚尾 哄诱你家 抢掠地方 他于衷取势 狼主若不信 可要萧秦 是其术法 伪得贺得成腿 咒得人死 那时何当重用 若咒人人不死 贺成成不腿 显是欺狂 何不附送天朝 天朝敢狼主之德 必有重赏 马士一成 岁岁想无穷之力 杀强如抢掠的勾当 托托点头道士 对狼主安达说了 安达大喜 约会萧秦 要将千计随之 从右卫而入 是其赫诚之计 萧秦自知必败 改换服色 连夜脱身逃走 被居库官首将盘结 并挤党 桥原张攀龙等拿住 借到使侍郎处 招称 腰挡慎重 山闪积南 处处俱有 一向分头击补 今日严号 杨映奎 义是树内有名腰犯 杨总督见 获介到来 一者也算他上任义工 二者要借这个题目 千害审恋 如何不喜 当晚就请陆御使 来后堂商议道 别个题目 百步审恋不了 只有白连教通鲁一事 圣上所最怒 如今将妖贼严号 杨映奎昭中 窜入审恋名字 只说号等平日 失事审恋 审恋因失职愿望 叫号等山腰作患 沟鲁谋逆 天性今日背擒 其次天诛 以绝后患 先用秘饼 秉之严家 叫他叮嘱刑部 作速复本 了这番审恋之命 必无逃逸 陆凯拍手道 妙哉妙哉 两个当时就商量了本稿 约起了同时发本 严松先建了本稿及丙帖 便叫严世帆传语刑部 那刑部上书许论 是个疲软没用的老儿 听见严府吩咐 不敢怠慢 连忙副本 亦以杨录二人之意 圣旨道下 妖反拙本处寻暗御史 及时斩绝 杨顺印一子 锦衣卫千户 陆凯济公 升千三级 死经堂缺推用 话分两头 却说杨顺自发本之后 便差人密地里拿审恋 下于狱中 慌得徐夫人和审滚审包 没做理会 急寻一书假实商议 假实道 此必杨录二贼 为严家报仇之意 既然下狱 必然诬陷以重罪 二位公子 即今逃窜远方 待等严家失败 方可出头 若住在此处 杨录二贼 绝不甘休 神滚道 未曾看得 父亲下落 如何好去 假实道 尊大人犯了对头 绝无保全之理 公子以宗似为重 岂可居于小孝 自取灭绝之祸 可劝令唐老夫人 造为远害全身之计 尊大人处 贾某自当 央人看去 不凡悬念 二婶便将假实之言 对徐夫人说之 徐夫人道 你父亲无罪献欲 何人弃之而去 贾叔叔虽然相后 终是个外人 我料杨录二贼奉承言是 亦不过与你爹爹作对 终不然累及妻子 你若畏罪而逃 父亲倘然身死 还顾无寿 万事骂你做不孝之子 何言再是为人户 说罢 大哭不止 神滚沈包 齐声痛哭 贾师闻至 徐夫人不允 叹息而去 过了数日 贾师打听第十 果然扭入白连教之党 问成死罪 沈恋在狱中 大骂不止 杨顺自知理亏 只恐临时处决 怕他在众人面前独骂 不好看向 欲先问欲观 责取病状 将审恋结果了性命 贾师将此话 报与徐夫人之道 母子痛哭 自不必说 又亏贾师 多有实书人情 买出尸首 诸负御族 若官府要销售时 把个假的答应 却瞒着神滚兄弟 私下被官常恋 埋于戏地 势必 方才向神滚说道 尊大人遗体 以得保全 只待视频之后 方好指点于你知道 仅由未可泄露 神滚兄弟 感谢不已 贾师又苦口 劝他弟兄二人逃走 神滚道 吉之久战 叔叔高居 心上不安 乃家母之意 欲带是非烧定 搬回灵救 以此迟言不绝 贾师怒道 我贾某生平 为人谋而尽忠 今日之言 全是为你家门户 岂因久战住房 说罚你起身之礼 既扫扫老夫人之意已定 我亦不敢相强 但我有一小事 即欲远出 有一年半载不回 你母子自小心安住遍了 去得壁上 贴得有前后出师表各一张 乃是审恋亲笔楷书 家诗道 这两幅字可寄来送我 一路上做个纪念 他日相逢 以此为信 神滚就接下二指 双手折叠 递于贾师 贾师藏于袖中 流泪而别 原来贾师算定 阳路二贼设心不善 虽然杀了审恋 未肯甘休 自己与审恋相后 必然累积 所以欲先逃走 在河南地方宗族家 全时居住 不在话下 却说陆凯 见刑部副本 有了圣旨 便于狱中 取出颜号 杨印魁展气 并要搁审恋之手 一同消逝 谁知审恋真师 已被贾师买去了 官府也哪里便印得出 不在话下 再说杨顺看见 至于印子 心中不满 便向陆凯说道 当初颜东楼 许我事成之日 以猴伯爵相愁 今日诗言不知何故 陆凯沉思半赏 答道 审恋是颜家紧对头 今指诸其身 不曾波及其子 斩草不除根 萌芽复发 向国不足我们之意 想在于此 杨顺道 若如此 何难之有 如今再上个本 说审恋虽诸 其死亦以知情 还该作罪 朝莫加斯 恕国法可深 人心之巨 再访他 同设草人的几个狂徒 并借无与他住的 一起拿来治罪 出了颜家父子之气 那时却将前言取赏 看他有何推脱 陆凯道 此祭大庙 事不宜迟 成他家属在此 一往而尽 岂不快哉 只怕他儿子 知风逃避 却又费力 阳顺道 高见慎明 一面写明 深奏朝廷 再写秉帖 到严辅之会 自述孝顺之意 一面预先 行排保安周之周 卓用心看守范树 勿容逃逸 只等旨意批下 便去行事 事曰 破潮完卵 从来少 薛草除根 事或然 可惜忠良遭驱死 又将家属 媚当权 再过数日 圣旨下了 周里奉着献牌 差人来拿审恋家属 并查平速往来 诸人姓名 依依挨拿 只有甲石名字 先经出外 只得将再逃开报 此见甲石 见鸡之名也 识人有诗赞云 义气能如甲石兮 全身远避更之鸡 任他罗往空中部 怎奈仙秦天外飞